办公部长陈振生表示 政府将继续推出政策 帮助有意提升能力 拓展业务的本地企业 企业也将继续获得资金援助 陈振生在走访精密工程公司 三蛙Plastic时说 这是一家公司从汽车行业 扩展到医药科技领域的成功案例 陈振生承诺 不仅是制造业 只要是公司有意提升企业能力 政府都会尽量帮助他们 除了增加产品创新之外 陈振生铁强调 通过自动化提高生产力 把业务扩展到海外 以及吸引正确的人才 都有助制造业取得增长